巡邏警方一發現路上有行蹟可疑的機車騎士 馬上請他臨庭路邊配合調查 這名騎士起初相當配合 當下乖乖接受警方盤問 不過到確認身分時他卻態度一變 講話開始吃屋其辭 拒絕出示身分證件 看到這名外籍男子不願意表明身分 警方準備將他上考帶回派出所調查 不過他卻突然大動作反抗 汗原警在台南永康中山北路 這一吋路口當街上演全武行 害一旁的小隻店家全都嚇傻 警察叫他出示一些證件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開始好像就不太要配合 然後後來不知道警察問到他什麼時候 警察要給他上考的時候 他就拒絕然後就開始一直扭打 我們跑出去的時候要幫忙的時候 他有說請幫我一下 當時民眾看到警方跟正名 移工扭打成一團立刻上前幫忙 圍捕過程中遭到強力抵抗 還好原警呼叫支援 線上警力衝到現場才聯合制服對方 眼前原警發現逃逸移工 不過沒向他逮捕過程 對方力大如牛 原警查點反被壓制 最後在熱心民眾協助下才成功將正名移工扭送法辦 進行環一軒林家一和盟者採訪報導 大賊進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